接下来我们考察一下 小酷的职场情商如何 领导要求你把工作内容 发到朋友圈 你会发吗 在现实生活中我是发的 但是会屏蔽一些 我的别的朋友 或者是我只对领导可见这样 就是打了折扣的发朋友圈 对 是吗 其实也 也没什么大问题 好像现在很多人都这么过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领导让你发朋友圈的目的是什么 是让你传播对吗 那你只领导可见 那这有啥意义呢 广告的话 一条两条可以 但是每天必须要发购三条 这是太多了 我非常支持小酷的意见 因为这件事情 在我们企业里经常发生 我是这么跟员工讲的 我说如果你们觉得好 你就发朋友圈 如果你觉得不好 你也不要点赞 也不要发朋友圈 为什么 我说理由很简单 我说如果我强行让你 把我的每一条 我企业心意发朋友圈 你的朋友会屏蔽你 这样的话 你连朋友都做不成了 说我不会做那样的事 小酷在这个问题上 我支持你 我要说一个相反意见 其实我说的不是这个问题 我要说一个相反意见 我觉得小酷 在他的过程当中 就是我觉得在职场人当中 真诚度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你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拿一个工作号 哪怕你是一个工作号 但我就发三条 但你本身的那个号 可能没有发 用工作号对吧 然后用你的新客户 我继续得强调 你再偷换概念 如果是工作号的话 他的朋友 干脆就把他工作号 所有一切都不可见 没错 没错 我说说现实中 现实中的确是像 像这个情商客来讲 选择来讲没有对错 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 我的公司 说公司全发吧 我未必发 因为我觉得 这跟我想法不一样 我就可能不发 但是这背后说明 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说 在我们做销售的人群里 大部分人都会发 他把朋友圈 当作一个 自己的销售渠道 所以说呢 在销售渠道里边 我看到的 百分之九十九都发 但是非销售里边 很多人不发 其实我觉得是 如果说你不发 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我发现 我的同事 只限我一个人可见 我一定会感觉不好 既然是工作 有的时候真诚 确确实实是重要 但我也提醒 我们的企业管理者 给一个边界吧 现在的职场人 都挺辛苦的 让他的社交媒体 让他的朋友圈 和工作稍微地 有那么一些界限吧 是的 来 请十一位企业家 做选择 好 谢谢大家 能攻进入到你 今天的最后一环节 谈钱不伤感情 顾顾 我是觉得你的思路 非常清晰 而且你很乐爱 自己的家乡 我也是这样子的 斯凯乐给你带货 主播的岗位 底薪是七千 工作地点在北京 我们那个 《七宁微影》这边下面 旗下有一个叫 《七宁影咖》的品牌 想通过直播 来做一些 线上的一个销售 地点是在成都 六千家 每在当下 给到你的岗位呢 是你想做的 新媒体的主播 但是带的是课程 加上主持 七千家在北京 你好 我是岳妙艾 专注于盟店 智能化 然后实际上是可以帮助你 像你妈妈的超市 云指手 新媒体的超市 八千家 第一天在北京 我们是在北京 每周都有两场 跟客户的一样一个直播 都是我们的私欲流量的直播 给你的薪资是八千 然后包吃住 藤燕教育给你的岗位 是教育主播 工作地点在北京 我给你的薪水是七千家 我给你的职位是 人设拍带货主播 两个城市选择 一个是北京 一个是杭州 底薪是七千家 全市也给的你是 短视频运营 工作地点在北京 薪酬是六千 我给的职位是主播 这个主播干嘛 是做我们整个 创新业务的一个探索 如果你做好了 我们是有机会 把你送回新疆 去落地本地城市的人才服务 薪酬六千 好 谢谢 超酷 灭掉七盏灯 请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老师 好 有请陈薇和朱家英 走上竞产台 那我给到你的岗位呢 是课程的助播 然后加上主持 美在师资 全部都是媒体人 我相信在这里边 你会因为接触的人不一样 让你的见识和眼界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是 特别特别重要的 对年轻人 我再补充一点 我们最小的总监 是95年的 所以就是我们 在大的平台和集团 我们的成长机制 是比较健全的 然后薪酬六千家 那至于那个家 后面是怎样 其实是靠个人努力的 我要有业绩考核的 其实两位老师 我都想问 提供时速吗 不提供 不好意思 不提供 抱歉 我们也不提供这个 好吧 那接下来小库考虑一下 你今天在舞台上的最后选择是 我选择美在当下 好 负贺前辈 也恭喜我们的小库 好 谢谢老师 不好意思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好 好 祝贺你小库 今天有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希望你能够在工作岗位上 扎扎实实地干 如果有一天你辞职 我一点不意外 陈薇 我说话你听着 如果有一天他辞职 我一点不意外 你也不要难为他 因为我真的希望 他在未来的有一天 学成之后回到家乡 把家乡建设得更好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 共同心愿 也希望有更多更多这样的青年 出现在我们的舞台上 感谢你来到菲尼莫属 好 谢谢老师 小库 再见 谢谢各位